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要讲一个严肃的话题 在9月18日当天 中国深圳发生了一起日本人学校 有一名44岁的中国男子 对日本人学校的10岁男童 持刀袭击,身受重伤 后来送到医院以后 抢救无效死亡 对于这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这个事情已经在中国和日本之间 闹得沸沸扬扬 这个新闻已经开始慢慢变大 但是共匪一开始是允许这个新闻 在中国报道 后来他就开始封锁了 我的频道向来是以幽默 尽量是讲一些话题 但是这个毕竟是一条生命 年轻的生命死去了 所以必须要对他的死亡表示哀悼 本期我也是非常严肃地讲这个话题 这充分反映了什么呢 中国政府共匪进行的那种反日宣传 让这些韭菜 这个人44岁 我估计可能他也失业了 他也活不下去了 临死之前他也是要报仇血恨的 被共匪抗日宣传洗脑了 日本使馆下半期哀悼 日本外相强力谴责 行为卑劣 你看共匪怎么进行 这种抗日的洗脑宣传 反日洗脑宣传 看去 听一下 你看 这是什么呢 那小学生踩的日本国旗 你看看 这个是什么呢 小学生进行这种 枪杀日本侵略者的表演 你看 中国你这不是从小就开始培养恐怖分子吗 从小就让这个 熬童活在仇恨之中吗 人家你看美国 熬童都是活在幸福的海洋里面 天天看到的都是美好的事物 是不是 你中国你天天你看 上学接触的都是这些 这些洗脑 天天进行反日宣传 进行这个民族主义 说白的叫做转移矛盾 为什么呢 国内呀 他面临这个巨大的经济问题 另外呢 他还有这个经济矛盾问题 就共产党独裁呀 共产党占有了大量的资源 这些韭菜啥都没有 天天996 一个月就真的几百块钱 几百美元嘛 然后把房租一掏 剩下几个钱 下一个月持续996 一直忙到死 你像现在中国说要推迟退休 我感到很震惊 中国这些韭菜还有退休的日子的吗 哪里有啊 说65岁退休 还66岁退休 你能退休啊 你干活干到70岁啊 你没钱你能活啊 买不起房 上不起学 看不起病 你还天天操心 说要不要抗日 要不要反日 就把日本也给解放了 先解放你自己吧 一谈到解放就想起了解放台湾 先解放你 你自己吧 看不起病 吃的食物也不健康 县长市长 没有一个官员是你选 没人把你当人干 就包括你自己 你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就是个畜生了 就是个韭菜了 就是行尸走肉了 中国它整个社会它是充满了这个利器 一个是攀比 就是买别人买什么的 我要买什么 别人老公干嘛的 我老公干嘛的 别人那个子女考上考大学 我子女干嘛的 整个社会它就是攀比 然后呢 它整个社会是充满了这个 叫不和谐 很小的一件事情就可能吵架了 没有基本的这个礼貌 中国社会啊 没有基本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尊重 另外还有一个 没有基本的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 人与人之间是充满了猜忌 你韭菜和韭菜你还猜忌啥啊 你呀 你还防着别人呢 人家讲嘛 高层的镰刀是什么 已经互相合作了 如何割韭菜了 中层的这个属于叫做高级韭菜呢 它属于说好好努力奋斗 也属于叫做互相竞争 高层是互相合作 中层是互相竞争 底层呢 韭菜呢 互相伤害 就有这么个规律 中华大地啊 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已经是属于民不聊生 水生火热了 你看最近几年吧 偷渡到中国了 不是偷渡到中国 偷渡到美国的中国人 有四五万人嘛 没法活了 活不下去了 失业了 关键吧 中国它面临一个问题是 你说中国它整个有没有钱 总体而言它也是有钱的 因为中国GDP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它的整个经济总量已经起来了 但是呢 你这个分配制度不行 你让少数人占有绝大部分资源 比如说当官呢 对吧 他们吃香的喝辣了 他们住别墅 他们什么 就是 花不完的钱 四人飞机啊 海边别墅啊 又买什么金条放地下地下室了 老百姓呢 穷了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 哎呀 中国这些韭菜 而且呢 你这个穷吧 共产党也不能跟你说要革命了 因为一百年前 共产党它是说 穷人造反嘛 工人和农民要造反革命 推翻资产阶级 就是我们是被压迫者 我们要去推翻那些压迫者 对不对 消灭压迫者 现在也不能宣传这个了 阶级斗争了 不能再宣传了 你再宣传的话完了 那现在斗争谁啊 那斗争共产党官员了 现在开始搞这个转移矛盾 搞什么民族主义啊 反日宣传了 转移矛盾了 对钓鱼岛啊 对台湾 台湾啊 对南海啊 对这对那 现在属于这个情况 而且共产党还是厚颜无耻的宣传 自己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 昨天是918 918的时候 共产党你在干嘛呢 我记得你不是在延安中鸦片 那你就是要25000里逃跑 逃到延安去中鸦片 8年艰苦抗战 你天天在延安中鸦片 甚至 共产党干出卖国行径 火同这个日本侵略者 进行这个出卖国军情报 你看这种纯粹汉奸行为 到了最后呢 等到1970年代 日本首相访华 日本准备对中国进行战争赔款 结果 公匪投资毛泽东说什么 说我们要感谢日本 感谢皇军 没有你们 我们还上不了台 他说了实话了 没有共产党 没有日本打中国 共产党能上台吗 国民党怎么可能倒台 老奖怎么可能去台湾 哎呦 我天呐 这么一想啊 日本就真的是 日本 这真的是又要恨日本 不恨不行的 你他妈当年打国军 你打 你不去延安打共产党 你从上海打到南京 又打到武汉 长沙 重庆 你咋不去打延安的呢 哎呦 这么一想 日本侵略者确实是对中国人民已经犯下哪哪罪行 真的 你真正的共产党你不打 哎呦 本来我就恨那个蒋介石的交匪不利 现在我又恨了 你把这些 共产党当年 哎 因为共产党当年在沿岸中央边啊 是卖国求荣的 跟跟日军呢 分享情报 出卖了 出卖了 共区啊 好吧 我在这里呢 我也想说了 乱邦不入 威邦不拘 好像是这么讲了 尽量就别去 你中国的国家你还去干啥 我都不去了 经常有人 有的一些观众还问我 大臣什么时候回国啊 我回什么国啊 疯了 这美国好好的 我不待 我回去啊 被抓起来 坐牢 判刑 然后夸夸夸 心肝脾胃胜一割 器官一致了 我的器官和共产党的那些脑干 和共产党的那些脑干部 融为一体了 永远在一起了 你说我回到地狱干什么 我在 我已经到了人间天堂美国 美国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美国不是天堂 但最接近天堂 中国不是地狱 但最接近地狱 你就记住这个话 我要回 那也是回自由祖国 回台湾的 我本来属于中华民国沦陷局 沦陷局 现在要回到中华民国 快了快了 我估计 今年或者明年 未来几个月吧 可能就要去了 去考察一下 自由祖国这帮人 现在活得怎么样了 享受着自由和民主 你再想一想一想对岸 那真是 想起一句话 今日大陆 以至人间地狱 那一点不开玩笑 问题是 问题是你这些韭菜 你还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你真的是属于不知道天高地厚 你今年粮食丰收了 你就以为自己是皇帝的 你那麽开啥玩笑 你就是一个种地的 你懂吗 就是割酒菜 割酒菜就是要割力的 好吧 我就讲这么说吧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绝情 拜拜 拜拜